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史记 请少本记 上次讲到 丞相 婉等言诸侯出破 焉其经地远 不畏至王 物以振之 请律诸子为上兴许 丞相 王婉等人 发表言论说 诸侯出破 出破 出是刚刚的意思 破是击败 在这儿是被击败 所以这个呢 就是动词的被动用法 但是由于它后边呢 没有宾语 所以咱们 这个 现在是标点本 所以比较容易看清楚 如果 不是标点本 出破后边焉其经 那你就很容易理解为 诸侯出破 焉其经 这个就是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个 这种地方 就是很容易出错了 就是这个 动词的被动用法 咱们上次讲了 古汉语里边 一般 被动用法 有五种表示方法 最后一种 就是 什么都没有 就是动词本身 它就表示被动 所以这种情况呢 咱们要特别注意 焉其经地远 焉呢 就是指的 现在北京这一带 其是山东那边 经是 楚国 就是现在的这个 湖北湖南那一带 它这个离 离这个 秦朝的这个 西安都很远 不畏至王 它当然指的是过去的 在现在呢 就是说 它已经 就是 秦始皇 灭六国之后 已经统一为秦朝了 但是说到那些地方 还在说 就说以前 燕国的地方 七国的地方 京 京国的地方 不畏至王 物以赠之 这个至王呢 就是要分封 诸侯王 物以赠之 这个物就是 有无的无 通有无的无 赠之 这个田字呢 在这是赠的意思 往往呢 就是他 上言的要求呢 秦始皇 把 各个儿子 都分封为王 来镇守 原来的 燕祺 楚 等比较 远的地方 所以下边说 请立诸子 为上姓许 请立 这个立呢 在这 就指灵分封 为上姓许 这个为字 是与守住词 没有意思 上姓许 这个正常的词许 应该是 姓上许 姓是希望 上是指皇帝 许是答应 希望皇帝 答应 那么为上姓许 这个呢 也是一种 强强调的句式 希望皇上 能够答应 批准 始皇下期 议于群臣 就是秦始皇呢 把这种意见 下达给群臣 让群臣去讨论 群臣皆以为辩 就是大部分人呢 都认为这样做 这个辩子是有利 合适 这样都认为 这个分封 很好 但是李斯 有不同看法 请问李斯议约 周文武 所封子弟 同姓慎重 周文武指的是 文王武王 所封子弟 同姓 慎重 就是周文王武王的时候呢 他分了很多 同姓的这个 中国国 然后蜀 疏远 这个后蜀呢 指的是后代的 同族人 后代的亲蜀 周代呢 实行宗法 封建制 分封制 王族内部 按大宗 小宗等 做 等级的分封 所以呢 他 开始封的那些诸侯呢 关系都比较近 但是随着他们 这个繁衍呢 越来 这个 亲属的关系 就越来越疏远 相攻击 如愁愁 那么他关系远了之后呢 为了这个利益 就不顾亲情了 相攻击 互相攻击 如愁愁 愁愁 这两个字呢 对一块呢 是愁敌的意思 诸侯更像 诸法 更 在这 是 欲加 相 是护相 诸法呢 就是讨伐的意思 公击 周天子 福能尽职 这好懂 金海内 赖陛下 神灵一统 皆为俊献 赖陛下 这个赖呢 是 在古汉语里 一般都是当仰仗 依靠的意思 仰仗着陛下的神灵 一统 就是统一 皆为俊献 都成了这个 君献之 诸子功臣 以功赋税 众赏赐之 慎足以至 就是这些 秦始皇的 这些儿子们 和那些功臣 以功赋税 就是用 公家的 这公是公家的 赋税 众赏赐之 就是赏赐他们很多 这样的 慎足以至 这个足 是可以 就是 非常可以 容易 统治 管理 天下无意义 这个意义呢 在这儿是 没有二心 就是没有 想反叛的人 则安宁之术也 这个则呢 在这儿是 财的意思 财是 安宁的方法 才是使国家 安宁的方法 至诸侯不变 就是说 分封诸侯 不利 对国家不利 史黄月 天下共苦 战斗 不休 共苦 这苦呢 就是苦于 共苦于 战斗不休 这好懂 就不 无休止的战斗 战争 已有侯王 就是因为 有这个 诸侯 赖宗庙 宗庙的是指的 代之祖先 仰仗着祖先 天下出定 又赴立国 又要再次的 分封诸侯国 这个立国是分封诸侯国 是戍兵也 这个是这的意思 这 就相当于 这个戍兵 这个戍是 本来是建立的意思 兵是军队 建立军队 所以呢 可以活以为 培制军事势力 也可以直以为 建立军队 而求其 宁系 岂不难哉 这个岂 显然是指 国家 岂不难哉 这个岂 还是南道 难道不是太难了吗 庭位意识 就李斯说 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段 给大家翻译一下 丞相王婉 等人说 诸侯 刚刚被击败 焉旗 楚 国 原有的地方 地处边远 不为这些地方 分封诸侯王 就没有能够 镇守的人了 请分封您的 几个儿子 希望您能够同意 秦始皇 把他们的意见 下达给群臣 群臣都认为 很合适 庭位 李斯 发表言论说 周代 文王 武王 所封的子弟 同姓王 非常多 但是 他们的后代 渐渐的 关系疏远 像仇敌一样 互相攻打 诸侯之间 更加 互相讨伐 周天子 无法禁止 现在 海内 仰仗着陛下的神灵 得到统一 都划分为 郡县 您的那些儿子 和有公之臣 用公家的赋税 来 重重赏赐 这样 可以很容易的管理 天下 也不会 有人生二心 这才是 使国家 安宁的方法 而设置诸侯 是不合适的 秦始皇说 天下 都苦于 没有修止的战斗 就是因为 有诸侯王 依靠着祖先的神灵 天下 刚刚 安定 刚刚得到安定 又要再次 设置 诸侯国 这等于是 培植 军事势力 这样做 还想求得 国家的 安宁 平息 七不是太难了吗 秦卫里斯的意见 是正确的 这一段呢 记述了 秦朝 建国初年 对于 采取分封制 还是俊宪制 的这个问题 所展开的 一场非常重要的 争论 大家可以看到呢 当时呢 就说有 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主张分封 好 一种 一种 说呢 是不能分封 而且大部分人的意见 是主张分封 只有李斯 不同意 但是秦始皇呢 他采纳了李斯的 意见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 他这个采纳 还是 正确的 这个 俊宪制呢 比分封制呢 还是 对于国家的安定来说 更有好处 这个地方呢 也说出了 秦始皇决定采取 军宪制的原因 那就是 要加强中央集权 所以作为 这个 咱们国家 2000年前 第一个 统一的国家 秦朝呢 确实面临着很多 问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怎么 用什么方法来处理 这些问题 这个呢 是对统治者的 一种考验 这个 秦始皇呢 他决定 采取军宪制呢 还是非常正确 下边 分天下 以为三十六郡 至郡守 为 奸 更名 民曰 前守 大仆 收天下兵 拒之咸阳 消以为中拒 消以为中拒 金人十二 中个千担 至亭宫中 依法度 横担 仗尺 车同鬼 书同文字 地东至海 寄朝鲜 西至临桃 腔中 南至 北乡户 北聚合为赛 棒 殷山至辽东 喜天下 豪富 于咸阳 十二万户 朱庙 及张台上林 皆在魏南 秦 美破 诸侯 携访 其公事 坐至咸阳 北板上 南临位 自雍门以东 至 敬位 殿屋 附道 周阁 乡主 所得诸侯美人 忠谷 以冲入之 咱们讲这段以前呢 先把上一段的这个 长用字 给大家讲一下 上一段呢 有两个长用字 需要大家注意的 一个是 这个 史皇下其意 这个意字 庭卫里斯 意曰 这个意字呢 在这篇文章里边 多次出现 这个意字呢 大家看呢 从六叔来说 应该是什么 这很显然 右半边是 生辅 左半边是 行辅 这个右半边 那是 意字 这个意字呢 的繁体字 底下是一个 我字 所以呢 他早先呢 应该跟那个 兵器是有关的 就是说那个 没有言字边的 那个意 正义的那个意 那么加上言字边 他肯定的是 和言论有关系的 所以呢 他的第一个意思 就是 意见 言论 就是言论 这个 例句 是史记 李斯传里边的 史皇下其意 成下 就是把这种意见 下达给 成下 从名词 言论 意见 活用为动词呢 就是发表言论 所以这个隐身关系呢 是 非常明显 从言论 从言论 到发表言论 从名词 到动词 但这个地方的 发表言论呢 主要指的是 批评意见 所以这个 例句里边是 论语 天下有道 则树人不义 就说 签下 有好的政治措施的时候 老百姓呢 就不会 议论纷纷 第三个句子是 讨论 商议 从发表言论 到讨论 这个就是 隐身关系 也是很明显 招诛贵人意 是选字 汉书 把各个贵人 招来 来讨论 下面呢 咱们继续看这个课文 刚才说了 通过这个讨论呢 秦始皇决定 还是 俊宪制 采取俊宪制 所以呢 分天下 以为三十六俊 三十六俊呢 在这个 史书中呢 记载呢 这个名目有出入 王国伟 和谭祁香 先生 谭祁香是 历史地理学家 非常著名的 认为呢 秦代呢 后来一共是 四十八个俊 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把天下分为三十六俊 后来随着他的这个 势力扩张啊 他又增加了十二个俊 俊制守卫监 守卫监都是 俊的官的名字 他的全称应该是 俊守都卫 监御史 监御史是 监察御史的那个意思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官人的那个监狱 监察御史 他们呢 分掌一群的政务 军事和监察 军守是管 全盘的 都尉是管军事 监御史呢 是管 监察 更名利乐 前守 就是 把这个民众 称呼为 前守 这个前守呢 估计呢 就是因为 秦人呢 是 上节课他们讲的 秦人是 水德 水呢 是属黑 水在五行里的颜色是黑 所以呢 秦人尚黑 老百姓的一般 出门呢 都包了一个 黑布包头 所以呢 称之为前守 大家看这个前字 现在贵州的简称叫前 但是前字呢 大家看呢 它这个左边呢 是一个黑字 所以它本身 就用黑颜色的意思 前守就是黑颜色 大蒲 这个蒲 是 和聚饮食为蒲 就是大家聚在一块 一块喝酒 一块吃饭 这样叫蒲 秦始皇的时候 大蒲呢 是在秦始皇25年5月 天下大蒲 就是 天下欢乐大银酒也 这是那个古代人的住 这个 秦汉的时候呢 统治者呢 为了防止民众 这个造反 所以呢 平常的时候呢 禁止 很多人聚在一块喝酒 怕闹事 但这个时候呢 因为秦始皇呢 他为了宣扬统一的 这个分工伪计 所以呢 特地批准 大众在规定的日期之内 这个欢聚饮酒 收天下兵 在这儿呢 就是收天下的兵器 聚之咸阳 把这些兵器 都集中到咸阳 消以为中聚 中聚 这两个字 大家看呢 他的部首都是金 所以都是金属的 这指的是中和放中的那个架子 有的输入柱呢 这个聚呢 是另外一种乐器 在这儿呢 可能还是中架子 比较合适 咱们看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有出土的战国时期的 这曾侯以木的这个边钟 那么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边钟都是金属的 架子上面的也有金属 销 这个销呢 在这儿是融化的意思 融化 以为 就是以之为 就是以这些兵器 以这些融化的兵器 做成了 钟和架子 金人十二 种各千蛋 至亭宫中 这个除了做钟 做巨以外 还 住了 这个咱们平常也听说过 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呢 他造了十二个非常高大的这个金人 当然这金不是黄金 是指的是铜金属 那么 各千蛋 这个蛋呢 是在这儿是重量 重量单位 咱们一般说的那个蛋是容积单位 容积单位的时候呢 那么他一蛋是十斗 但是他在古代呢 可以是重量单位 就是一蛋是一百二十斤 所以 重千蛋呢 就是十二万斤 至亭宫中 亭宫中就是 朝廷 一法度 横淡 杖尺 车同轨 书同文字 在这儿一 就是统一的意思 法度 就指的是 度量横 度量横制度 横淡 杖尺 在这儿呢 都是 横呢 是指这个 称重量的器具 就是咱们说那个秤 蛋 杖尺 杖尺都是长度单位 那么蛋呢 是在这儿应该是 容量单位 所以就是 整个是度量横 统一的度量横 车同轨 书同文字 这个事情咱们 在中学肯定都学过 这个 也是很 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书同文字 书同文字呢 就是这个 这些 本来六国呢 本来是战国七雄 他们用的文字呢 有出入 不太一样 各国用的文字都不同意 你跟某种说话 所以现在咱们国家呢 你看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但是用的文字都一样 这样咱们就能有 共同的语言 你看书 写出来 都能认识 这个呢 是从秦皇开始的 这个车同轨呢 就是说 这个轨呢 是指的 这个车 两个轮子之间的 那个距离 宽窄 就是车的这个宽窄呢 都给 规定好了 都是同样的宽窄 这样呢 它修路呢 就比较好修了 因为你这个车呢 都是同样 同样大小宽窄的 这个这个这个车 地东至海 既朝鲜 西至临桃 腔中 这个地呢 当然指的是秦朝的 这个 当时的领地 东到大海和朝鲜 西到临桃 腔中 这个腔中呢 是 大约相当于 现在甘肃 临桃 以西 到青海 这一带地方 就很远的地方了 南至北向户 所谓北向户呢 是 指的这个 非常靠南的地方 就大概是现在这个 梁广 梁广这一带 因为当地的居民呢 在当时呢 他的这个门 都是向北开的 不向北方的这个门窗 都是向南开 这样便于采光 他南方太热 所以当时呢 那门向北开 所以呢 叫北向户 北聚河为塞 聚 就是 一一聚 河是指黄河 为塞 这塞是什么意思 咱们经常说 塞外风云 所以这个塞 就是边界的意思 边界 就是以黄河为边界 磅阴山至辽东 这个磅 在这儿 通 这个病子 在这儿通 那个丹丽人 一个旁字的那个磅 是沿着的意思 沿着阴山 一直到辽东 喜天下豪富 于咸阳十二万户 这个喜是搬迁的意思 搬迁十二万 富户到咸阳 这个的目的呢 也还是为了加强控制 因为他有钱之后 他就比较容易造反 朱庙 即张台上林 接在魏南 朱庙呢 指的是 这个皇帝的各个祖庙 张台 是张台宫 上林 是 上林院 就是秦始皇之前 秦国的 这个旧的 这个宫廷的 相当于花园 那一类的东西 上林院 都在 魏南 魏水之南 请美魄诸侯 写访其公式 坐之咸阳被板杀 南临位 美魄诸侯 这好懂 写访其公式 这个写访 在这都是模仿的意思 写是赵钞 访是模仿 这个发 同模仿的访 所以这两字 搁一块 还是模仿的意思 据记载呢 秦始皇一共建 这个宫殿 145座 就模仿 各地的 诸侯国的这个宫殿 坐至咸阳北板上 坐 在这是建造 咸阳北板 板是山坡的意思 南临位 南边临着 渭河 好 这节课咱们先讲到这 要上 咸阳北市 脖zn 糖 糖 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